我們補充一下照片 好 從右手邊開始 謝謝 好 中間前發黑色衣服是我們剛剛攝影的 謝謝 好 來這邊 我們離到中間 好 再幫我們轉向左手邊 謝謝 左手邊還沒有拍到 謝謝 左手邊 好 來這邊 中間再一張 中間再一張 謝謝 中間再一張 謝謝 右下 好 最後右手邊 好 都拍到了嗎 好 對不起 中間再一張 今天穿太美了 所以 好 不停地要拍一下 好 左手邊看 謝謝你不好意思 我們右手邊看一下 右手邊看一下 來這邊帶一張 謝謝 來這邊帶一張 謝謝 來這邊帶一張 謝謝 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愛 然後大家就會說 哇 Cindy Love 這張專輯看到了很不一樣的網心靈 對 大家應該都好像很常聽到這樣子的說法 因為太多人都說這張專輯實在太不一樣了或太特別了 對 但是我覺得還是保有著我的特色 是 就是譬如說像主打歌 山林老師幫我寫的 在新書裡是有咖啡館 還是有我自己本身 聲音 這種甜美的特色 甜度 在裡頭 然後可是卻 又再多了一份那種親手的感覺 然後包含到 大綿 是一首非常非常劣性的一首情歌 它是我這張專輯最晚最晚錄製好的一首歌 然後可以得到這個年度情歌 然後得到大家的喜愛 真的是非常開心的一件事情 因為回回了三年 然後花了三年的時間 陸陸續續一直把這張專輯籌備出來 然後可以得到大家喜愛 得到大家的支持 我覺得這是最開心不過的事了 但是這樣子的話 就不能夠讓這個歌迷朋友們等太久 因為我知道這個等待雖然說是值得的 可是相隔了三年 對於歌迷朋友們來講 你知道那種等待的心情跟別人說 啊怎麼那麼久 所以我們說下一張專輯不會也這麼久吧 希望不會 但是其實有開始陸陸續續 要慢慢要開始修歌 但是我覺得現在做專輯跟小的時候做專輯比較不一樣 以前就是一年我甚至可以年頭年尾一張 中間又發精選 可是現在的階段比較想把作品做好 然後再帶給大家這樣 所以希望不要再三年這麼久 可是一定還是會想把它籌配到一個比較滿意的狀態 才會帶給大家 對啊因為畢竟創作也是需要一些時間 然後找一些好聽的歌 然後把它收錄在裡面 其實也是要一些時間 所以好歌還是值得等待的啦 那今天我們現場也有比較多的美女朋友 我們看現場有沒有美女朋友想要提問 所以今天是不是一直忙著開演唱會 對 忙著演唱會的籌備 對 就會招禮裝 那有很多本事都一直期待你會構出什麼新的橋段 要透露嗎 嗯 也不能透露 但是就是一個全新的演唱會 然後在裡頭有原汁原味的歌 也有做也有某一些經典的歌曲 有做一些改編的橋段 我自己還蠻喜歡那個改編的橋段 因為那個編曲是我們溝通了很久 我覺得是一個還蠻新的一個舞曲的橋段 所以會有一些這樣子的歌 然後我想這一次的感覺會跟上一次不太一樣 因為這一次會延續這張專輯的一個氣氛 對 所以這張專輯新歌也會唱蠻多的 這樣子還是無沙沙對不對 但是就還不能講 但是就最近真的是緊鑼密鼓 覺得把自己有點操到身體好像有點吃不消 因為我其實一直都有在運動 然後六月份就開始又運動又排練又排舞 就是可能是運動完去排舞還有玩去運動 我就覺得說本來我覺得身體狀態還 肌肉狀態還蠻能夠處理的 最近就覺得說哇我覺得已經體力到了一個極限 我覺得最近又把自己逼得很緊這樣 所以今天很開心贏了這三個獎之後 我就要很專心的繼續投入我的演唱會準備 那瘦一點點 我覺得這還是運動的關係耶 就是瘦一點點啦 因為前陣子有比較胖 這陣子比較超就瘦了一點點 然後跟我覺得還是運動吧 像之前就是我每次運動可能肌肉量 體重沒有減輕多少 可是大家都會覺得瘦了 成都場嗎 都不行 換別題 明年 最快明年 因為下半年應該都會在內地 希望很快的就可以唱回到台灣 因為上一場是從台灣開始嘛 然後再到內地許年 所以這一次剛好就是反著這樣做 就是明年最快明年再回來 小巨蛋 熱搜也是一件蠻嗨的事 但總歸就是自己要再更努力 然後看看下將專輯再努力一下 是不是有機會再拼進去這樣 那等於9月29號我在成都做演唱會 然後在台灣的朋友就 就慣心進去 在那裡的朋友就來參加我的演唱會 好像也不錯 這邊來3 2 1 好 右邊 右邊 左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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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邊 好 最後三秒鐘 好 麻煩請大家補作一下 謝謝 3 2 1 謝謝 因為我們後面還要帶到我們現場媒體 採訪中心的歌手 所以要麻煩請大家 好